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你起心动念 变出来的 这个问题 佛就讲了一辈子 把它讲清楚了 讲明白了 被今天的科学家承认了 今天量子力学家 他们承认了 他们最近三十年 研究所得到的结论 佛经上去 他们感到很惊讶 物跟形式一体 不能分 现在触摸病 就是分开的 怎么办呢 物理不能解决物理问题 要用心理解决物理问题 就提出疑心恐怖 我们的心正常 物质现象就恢复正常 这个我们在学习当中也常常谈 所以 我们的心要正常 决定不能反常 正常的标准是中苦 无能 无常 四为八德正常 在佛法 是无界是善 三福六火 三学六度 这正常 六祖慧南所说 何其自信 本无动摇 那是自信本定 不到这个境界 慧南大师这一句话说不出来 他们有学过经教 经教里头有 真心理念 真心里头没有念度 那就是自信本定 有念就有动 有波动现象 我们最大的麻烦就是这个念头 古人比喻 心远易马 我们的念头像猴子一样 猴子是不安定的 动作很多的 用它来比喻我们的念头像猴子一样 你怎样把它控制住 你怎样叫它不动 不动就是真心 动就是往心 金刚经上说 应无所住而生气息 无所住就是不动啊 不住也不住无所 这是个什么样的境界 祝佛如来 映化在舍法界的境界 它确确实实自主于不动地 不动地的菩萨是八地菩萨 八地以上都不动了 所以用不动心去横顺众生 随喜功德 祝佛如来 要相信这是我们每个人本有 佛有 我们都有 我们会动就是我们忍不过 为什么忍不过呢 这个不能忍的习气太重了 一接触就起心动念 眼看到了起心动念 而听到了起心动念 接触到了立刻就起心动念 这就凡夫 所以我们长时间的修行 得不到一个结果 原因呢 我们没有办法把这个心控制住 起心动念控制住 控制不住 这就叫没功夫啊 一点定力都没有 你能把一切妄想放下了 心就定了 心本来是定的 慧能大师讲 何其自信 本无动摇 佛给我们讲 自信本定 有此可知 动摇就不是本定了 心好像水一样 水本来是平静 清静 平等 不起波浪 动摇呢 动摇就起波浪 小的动摇叫波浪 大的动就是浪啊 波浪了 心要真 心就真 心是体 心是取用 齐心动念是心的行为 言语是口的行为 身体动作是身的行为 行为无量无边 总不出身口意的三页 心行不正 九十六头 心行正了 就超越世界 这个正的标准在这个地方 正念是没有妄想 没有咋念 叫正念 正念 无念 有念就不正了 但是也不能有一个无念 有个无念还是有一念 什么念呢 有个无念 无念也没有 那 这个法子太难了 那怎么办 阿弥陀佛有办法 阿弥陀佛教导我们 把你的心里头 只供养一尊阿弥陀佛 除阿弥陀佛之外 什么也没有 这也算是真 好啊 你能够把阿弥陀佛再放在心上 除阿弥陀佛之外 生活当中 工作当中 确实没有一个念头 放在心上 事情干 干完就完了 不放在心上 你的心在道上 在你修修那个法门上 我们念佛人 心里就一句阿弥陀佛 内外多不动心 一定把这个世界 看作什么 我们到这来 来旅游里 这是旅馆 这不是我的家 所有一切都不是我的 我现在住在这旅馆里 什么我都可以用 但是 所有权是人家的 不是我的 我只有使用权 没有所有权 对于一切静缘 没有贪念 也不会怨恨 谁缘吧 几天就要走了 好 很好 不好也好 没有一样不好 要用这个心态去看 不生妨碍 不论外面环境是什么 永远保持自己真真心心 清净心 平等心 正觉心 慈悲心 能保持得住 心在道上 什么是道啊 清净平等 正觉慈悲 这是道 大道啊 这是信得了 这是自己的真心 本心 一切始一切处 不设真心 不设本心 在日常生活 工作 除世代人见乌 这叫随缘 这里头没有潘云 随缘跟潘云 从这条身啊 要把心 置于阿弥陀佛 心果然 只在这里不动了 烦恼自然就断掉了 自自然然 烦恼就不起信心了 心里头 念念都是阿弥陀佛 静念相机 念阿弥陀佛是静念 一句一句接着 就是相机 不中断了 如果断掉了 那妄想杂念又生了 又起来了 这个是所有修行法门里面 最殊胜的一个方法 我们仔细去想想 仔细去观察 你会点头 你会同意 确实是好方法 简单 容易 文档 还快速成就 有来自然而言 我会产生的感觉 产生的感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